我国的渤海越来越小,未来会消失吗? 南兽区域这里就是渤海 我们首先来测量一下目前渤海的大小 我们可以看到渤海南北长度大约为430公里左右 而东西宽度不等 比如这里较宽的地方大约是200公里左右 整个渤海的面积为77000多平方公里 海岸线长约3800公里 它也是我国地理位置最靠北的海域 属于我国的内海 被4个省市环绕 它们分别是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以及南侧的山东省 可以看到渤海湾是海上进入首都北京的重要门户 目前渤海的平均深度不足18米 西浅东深,整个海域有5大部分组成 它们分别是辽东湾,渤海湾,来州湾,中央浅盆定,以及渤海海峡 在渤海海峡的南北 正对着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 黄渤海的水系也比较发达 目前汇聚到渤海的河流大大小小有40多条 其中来州湾19条,渤海湾16条 而辽东湾有15条 它们分别属于三大水系,即黄河水系,海河水系,以及辽河水系 这些水系每年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汇聚到渤海 连平均照路大约20多平方公里 近30多年来,三大海湾的变化非常的明显 四脚下方就是目前的莱州湾 我们再来看看1984年四脚下的莱州湾 可以看到除了黄河口,海湾的其他地方边界清晰 所以从地图对比来看 如今的莱州湾面积减小了不少 除了附近不断扩张的城市以外 还出现了许多的农田和渔业设施 整个海岸线向外至少扩张到几公里 由于黄河在此出海,所以离沙预级比较严重 我们同样来看一看海河的出海口,渤海湾 四脚下方这里是目前的地图影像 我们再来看看1984年四脚下的地图影像 可以看到除了海水比较浑浊以外 海湾的边界非常清晰 所以现在的渤海湾面积是减少了很多 因为海岸线在向外扩张 当然除了自然的离沙淤积 大规模的天海造路也是重要原因 比如四脚下方这里 天津的滨海新区就是温海造路形成的 这里修建了大规模的港口和工业设施 而且这里是我国三大盐产之一 四脚下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盐田 种种原因使得海岸线向外扩张到十多公里 最后我们再来瞧一瞧辽东湾 这里是辽河水系的出海口 同样可以看到这里的泥沙预计比较严重 当然这里的变化也是相对比较小的 这里的变化主要来自辽东湾的引口市 由于城市发展度而扩张 所以占用了不少土地 当然辽河口也有离沙的预计 通过刚刚我们的分析 可以看到温海变浅变小是客观的事实 但要说消失 我认为短期内是不可能的 因为滨海三田也需要各过程和时间 由于温海深入我国的内陆 辽宁省和山东省虽然隔海相望 但是两地的交通非常不便 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仅靠船只来往沟通 如果绕海通行的话 距离将达到1500公里左右 需要耗时十多个小时 从大连旅顺口到山东蓬莱市 直线距离才100公里 如果将来能在这里修建一座跨海桥梁 或者海底隧道的话 将会极大的增强两地的人员和经济往来 而两个半道的通勤时间 将会缩短到一个小时左右 这样的话 黄渤海经济圈势必会迅速崛起 因此渤海不会消失 努力发展才是硬道理 好的 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